这个刚出生的小宝宝 第一次喝奶的反应太可爱了 刚出生的小宝宝都有哪些喝奶方式呢 一起来看看吧 一 勺子未养 通常情况下 产妇生下宝宝后 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有乳质分泌 这时宝宝需要临时用奶粉过度 用勺子进行喂养 能够避免宝宝出现轻胃混淆的情况 从而防止以后宝宝不愿吃母乳 二 喂食管 对于那些由于早产或其他健康问题 导致吸水能力不足的新生儿来说 使用喂食管可以直接将奶液输送到宝宝的胃中 确保它们获得足够的营养 同时减少吸水和吞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三 注射器 对于一些咸乳有困难的宝宝 使用注射器喂奶可以做一种有效的补充方法 这种方式特别适合那些 不能直接从母亲那里获得足够营养的宝宝 同时避免了人造奶嘴 可能带来的乳头混淆问题 四 奶瓶 奶瓶喂养是最常见的喂养方式之一 它方便控制奶量和喂养速度 尤其适合那些需要用奶粉喂养的婴儿 此外 奶瓶喂养也解决了母亲不在场时宝宝的饮食问题 五 卑胃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如果宝宝无法有效含截乳头或奶嘴 卑胃成为了一种可行的选择 与奶嘴 奶瓶或喂食管相比 开放式的杯子更易于获取和清洁 是一种经济且实用的喂奶工具 总之 不同的喂养方式适应于不同的情况 最重要的是按需喂养 确保宝宝得到足够的营养 科学喂养 宝宝才能健康成长 你家宝宝用过哪种喂养方式呢 或者你还有什么独特的喂养经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